那受到颱風影響 台北市今天早上在路上 其实就好像是过障碍赛一般 有多颗的路数被强风吹倒 甚至有后置灯被吹坏 影响到了交通 详情再交给江俊伟 台北市万华区南机场附近 巨大路数横倒路中占据整个巷弄 人车瞬间无法通行 就算速倒了 高度人有约三层楼高 十分震撼 31号晚间台北市区狂风暴雨 造成许多路数倒塌 多处路段暂时封闭 交通大受影响 民生东路四段 路数更是不偏不倚 直接砸向停放路边的轿车 挡风玻璃破了个大洞 另外民生东路一处接口 店家招牌和号制灯也被压坏 悬挂空中摇摇欲坠 港前路这里 速导占据马路一线道 民众自发信拿起电锯清除 由于1号台北市正常上班上课 为了避免民众通勤受到阻碍 是否也加派人力清理 或是暂时移到路边 截至1号上午7点 台北市通报路数倒塌 多达367起 通勤途中 务必注意安全 来关注到康瑞台风 已经转为青台 来路向北来离去 那早上就在刚刚的八点半 已经解除他对本岛的路上 台风警报只剩 未岛马祖的路上台风警报还在 那预估呢 他整体下午呢 就会解除他的海上台风警报 从墙台变青台 短短10小时 其实对本岛的侵袭也是蛮大的 那虽然远离之后呢 还是要注意还是有一些 风跟雨势 气象鼠有最新的说明 目前康瑞台风 它的暴风范围 已经逐渐脱离台湾本岛 但目前马祖 它还在它的警戒范围之内 而在我们的北部海面 也还是目前这一报的警戒范围 我们从云桌上面可以看到 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 位在马祖的东北方 大约110公里的海面上 它的移动速度较为快速 未来预估会往东北转 往东北转 北北东的方向移动 也因此呢 目前呢 它的强度上面呢 是一个轻度台风 暴风范围是180公里 台湾的本岛已经脱离它的暴风圈 马祖以及北部海面 还是在警戒范围之内 还是要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 要严加戒备 那至于呢 在我们降雨的趋势上面呢 我们从整个色调强化的云图上面 可以看到 其实台风的南侧 还是有一些西南风的影响 那台风在比较往东北方向移动之后呢 马祖的这一带 还是有一些间歇的降雨 以及我们在西半部的这一带 从清晨到目前为止 也有曾经出现比较强的降雨 我们从目前的雨量观测图上 可以看到 主要比较大的雨势呢 都是分布在中南部的这一带 尤其在南部的山区 还有我们台中这一带 近山区 以及彰化到苗栗的这一带 那这样子的累积雨势呢 今天来讲 其实部分地方都有来到 超过100甚至200毫米 那我们未来的降雨呢 我们先看到 目前我们持续发布的豪雨特报 豪雨特报呢 其实随着降雨逐渐的减缓 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目前是比较缩减到 偏向在西半部这边的山区 在苗栗台中 还有南头以及嘉义高雄的山区 目前还是豪雨的情形 而至于在其他苗栗以南的平地 还有在花莲的地区 以及屏东的山区 还有马祖则是要留意大雨的情形 我们来看到 未来整体的降雨的趋势变化 在这个逐温12小时的降雨趋势呢 可以看到今天的白天主要的降雨 还是以在中部的这一带 还有南部的山区为主 那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的山区这一带 未来比较短程 比较偏有东北风的情形之后呢 会有一些降雨 那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白天呢 大致上面整体的降雨都比较减缓了 而明天大致上是一个比较偏向 东北风的天气形态 所以也可以看到 大致上都是以比较偏向迎风面这一带 有些降雨 中南部则是以多云道景的天气为主 不过呢降雨虽然比较减缓了 我们还是要提醒 在风的上面 沿海还是相当的比较大一些 我们从整个风场的变化 可以看到随着台风的北上 在今天的上午 整个风场转位比较偏向 偏南到南南西风 到了下午呢 整个西南风呢 的方向是比较转变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沿海的这一带 我们西北的沿海呢 都还是有一些比较强的风力 那至于在东半部这边的沿海空旷地区 也可能会有较强的阵风 那到了晚间之后 整个风力呢 是进一步的减弱 目前我们还是持续发布 陆上强风特报 还是要提醒 目前像是在整个西半部 台南以北的这一带的沿海地区呢 都是有较强的阵风 尤其比较偏向在桃竹苗这一带 可能会有接近九级左右的强阵风 目前九到十级的强阵风提醒范围呢 是包含了马祖 还有新竹以北 以及基隆北海岸 宜兰的沿海空旷地区 像是在东北角这一带呢 受到整个偏南东风的影响之下呢 也有一些脚雨效应造成强风 而其他的沿海空旷地区 也是有一些较强阵风 海面上的风浪也都还是比较偏大一些 那所以说呢 我们最后来总结提醒大家 今天目前台风是已经通过 马祖的东方近海 不过呢 在马祖附近还是会有一些风雨 以及浪比较大的情形 各地的风雨呢 是雨上面比较先开始趋缓 不过沿海的风力还是比较偏大 那我们过去有一些比较连续的降雨 山区的累积雨量也都相当的大 所以说呢 还是有可能发生滩方落石 甚至涂湿流的情形 有一些脆弱的路段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留意路况 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或是西河边活动 那海面上面呢 目前的海况还是比较恶劣一些 沿海也有长浪可能会发生 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话 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华联玉里 正不止卓西部落出现土石流 在原城里还有土石呢 直接冲进民宅 20户的居民呢 受困出不来 现在等待山猫抵达 又来产路 现场详情交给陈杰慧 好 主播 现在所有的位置呢 是在花莲玉里的原城里这边 除了现在露出的屋顶以外 你很难看得出来 这里原本其实是一个家园 现在完全被土石流给淹没了 可以看到地上呢 这个门也被冲毁 甚至是连家里的这个桌子 全部都被冲了出来 而后方这个顶棚下面呢 这个是价值100万元的插秧机 现在也被淹没在土里面 而其实居民透露在这个土堆的下面 更下层这边 还有三四台的机车 现在完全被淹没了 尤其可以看到这个土石流啊 整个完全覆盖在庭院里面 很难步行来走路的 甚至已经冲进了家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惨 而居民呢也要跟我们讲说 当时这个土石流发生的经过 到底是怎么样 当时是不是听到一些声音就发生了 对就是你听得到很大声的 那个土石在滚动的声音 毕竟旁边就是水沟了 然后水又很大 所以你可以清晰的听得到 晚上其实也是睡不好的 然后 是不是睡到一半就被叫醒了 对就是八点八点半左右 就是家人很紧急 就是快点快点 当时我就去厕所准备洗漱的时候 就发现家里已经开始在淹水了 那时候淹 可以淹到我的脚踝 那速度是相当的快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东西也是随便乱拿 就赶快逃离 如果没有逃离的话 可能就是非常的惨 是不是逃出来 然后往回看十分钟内 就发生了这样土石流的情绪 对那时候 我本来想说 就只是单纯淹水 没想到 就是土石都那么快 就马上下来 就是非常的惊险 只能说就是人平安 就感觉挺好的 就已经很好了 只是这么大规模的土石流 就不知道要怎么整理 然后也就是看了就心痛 谢谢 可以听到当时的情况 真的真的非常紧急 他们一出来十分钟过后 全部的土石就这样冲进来 冲进家里面了 还好人当下全部逃命出来 人是平安的部分 不过现在呢 他们要着手来清理家园了 恐怕也非常困难 可以看到呢 全部土石 不只是客厅啊 连房间全部都是土石流 冲进去的 他们现在只能简单打包 跑去亲戚家里面住 但后续该怎么修复呢 让他们也是相当的头痛 以上最近消息 就这样一个朋友的主播